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面对西方的挑衅性威胁 俄罗斯宣布将举行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军事演习 这一行动标志着紧张局势的升级 接着,泰国近期遭遇极端高温 以导致38人中暑死亡 连鸭子都热得不下蛋 榴莲热到爆裂 最后,中国国安部长提出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反颠覆 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心无反斗争 这一提议引发了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举行的中法欧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晤 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次会议不仅是习近平五年后再次访问欧洲的重要一战 也被视为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尽管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峰会前发表社评 强调支持欧洲展现战略自主 凸显习近平此行分化欧洲的意图 但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在俄乌战争 中国电动车倾销等经贸 议题上立场建区一致 北京难以分化欧洲 在巴黎爱丽社公举行的会谈中 马克龙直言 欧中关系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需要解决结构性的难题 包括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习近平则强调 中欧双方应致力于维持伙伴关系 增进战略互信 冯德莱恩则指出 中欧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拥有共同利益 但贸易等相关问题对关系构成挑战 据路透社报道 尽管三位领导人已坐下来当面沟通 但欧盟27个成员国中 尤其是法德的对华政策仍有出入 据香港电台报道 习近平在与马克龙的双编会谈中强调 中法要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 坚持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原则 这说明中国希望与法国 乃至整个欧洲 在多级世界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称 欧盟敦促中国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影响力 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 并限制伊朗的武器扩散 这一要求在巴黎峰会上被提出 显示了欧洲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期待 冯德莱恩还强调 欧洲将坚定不移地保护其市场 无法吸收大量过剩的中国工业产品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 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 来分化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但欧洲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趋于一致 显示出对中国的统一前线 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自立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 北京的盘散难度太高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等关键议题上 法国和欧洲的立场与中国存在明显分歧 然而习近平在巴黎峰会上的言论 尤其是与马克龙的双边会谈 以及冯德莱恩对中国在俄乌战争和伊朗问题上的期待 表明中欧之间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间 为了维持和发展这种合作 双方都需要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寻找共同利益 同时处理好分歧 总的来说 巴黎峰会展现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 中欧双方如何平衡彼此的利益和关切 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存在分歧 但通过对话和合作 中欧关系有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进一步发展 在香港 一股新的旅游风潮正在兴起 正如美国之音中文网所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假期 香港迎来了76.6万人次的内地旅客 平均每日入境人次约15.3万 较去年劳动节黄金周高出了22% 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些游客大多数是预算有限 不愿多花钱的类型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选择住在一届之隔的深圳 每天往返香港游玩 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内地经济复苏的缓慢 也揭示了旅游者对花费的谨慎态度 台湾的政治风向也在发生变化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强调了台湾必须投资建立自己的实力 以向世界表明支持台湾是值得的 这种自我加强的倡议是在感谢美国提供安全援助的同时提出的 肖美琴的观点体现了台湾对于自身安全与发展的新思考 及在国际支持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实力与韧性 而在非洲 乍得的总统选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这场选举可能是乍得30年来最受关注的一次 标志着该国从军政府执政向民主过渡的结束 然而 一些专家认为这次选举只是为了正式确认军方对权力的掌控 乍得的政治动荡 贫困状况 以及与邻国苏丹的战争都加剧了该国的压力 乍得军队的实力在该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乍得的选举进程不仅对本国具有重要影响 还对其他多个国家都有重要影响 从香港的旅游模式变化 到台湾的自强不息 再到乍得的选举风波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区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不同应对策略 这些事件反映了地区间的复杂互动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 政治变化 无论是香港的经济调整 台湾的安全思考 还是乍得的民主过渡 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不断变化和适应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地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香港尝试吸引更多的低预算游客 以刺激经济 台湾通过加强自我防卫来维护其安全与稳定 乍得则在探索从军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可能性 这些努力虽然各有侧重 但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 在全球化的今天 各地区间的互动日益加深 他们的选择和挑战也将影响到全球的稳定与发展 在巴西南部 暴雨成了灾难的主角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根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洪水水位急剧上升 死亡人数攀升至78人 失踪人数超过105人 南里奥格兰德州成了灾难的中心 超过十一万五千人流离失所 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 志愿者们成了希望的使者 用船只 摩托艇 甚至游泳来执行救援任务 法比亚诺 萨尔达尼亚和他的三个朋友 就是这样的英雄 他们利用摩托艇在洪水中拯救了约50人 这场暴雨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 还对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许多道路和桥梁被冲毁 山体滑坡和小型水利发电厂大坝部分倒塌 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与此同时 在政治舞台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欧洲之行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习近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公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举行了三方会谈 这次会谈聚焦于贸易纠纷和俄乌战争两大一体 展现了中欧之间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紧张关系 马克龙强调了贸易问题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同时也表达了对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关切 习近平则强调中欧双方应坚持伙伴定位 增进战略互信 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这场会谈不仅关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也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 习近平的这次欧洲之行在全球媒体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的他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欧洲氛围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大唱赞歌 试图展现中法中欧友谊的光明前景 但欧洲媒体却聚焦于乌克兰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的分歧 习近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巩固中欧关系 在全球局势动荡之际展现中国的外交策略 然而法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 贸易不平衡 对中国经济支持的政策 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都成为了中欧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在国际政治的大棋盘上 习近平与马克龙之间的会谈 不仅是两国关系的一次检验 也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一次探讨 马克龙希望习近平能够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为乌克兰冲突的结束做出贡献 同时也希望在贸易问题上达成更公平的协议 这些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两国的未来 也牵动着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的欧洲之行既是一场外交之旅 也是一次国际关系的试金石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中欧之间的互动将如何影响 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仍然充满了变数 而在巴西南部 人们还在努力从自然灾害的阴影中恢复过来 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的房地产市场 遭遇了一场寒潮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最大独立房地产市场 研究机构之一的中国指数 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五一节期间平均每日受房量 同比下跌47% 与疫情前2019年相比下降了30% 在这个通常被视为消费和投资高峰的假期里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显然透露出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在广州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房屋销售量甚至下跌超过60% 尽管中国各地政府试图通过放宽购房限制等措施来刺激市场 如成都和北京近期的政策调整 但这些努力似乎未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在这种背景下 消费者的谨慎态度不仅体现在房产市场 还反映在了五一长假期间的旅游消费上 根据路透社报道 尽管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花费达到1669亿元 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13.5% 人均花费却低于2019年的水准 显示出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和消费信心的不足 另一边 美国的政治风波也在继续 星岛日报报道了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迈考尔因涉嫌内幕交易而引火上身的事件 迈考尔被旨在推动强制出售TikTok的法案过程中 大量买入TikTok竞争对手MED的股票 引发了公众对其行为的质疑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科技巨头之间竞争和政府干预的敏感性 与此同时 国际舞台上的叙事之战也在继续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报道 揭示了信息战争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 文章指出 自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以来 以色列战领军不断试图歪曲和指责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而部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势力也未能免俗 这种叙事之战不仅关乎战场上的胜负 更关乎国际社会对冲突双方的认知和态度 其复杂性和敏感性不亚于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 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美国政治风波 到国际上的叙事之战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在全球化 信息化的今天 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们提醒我们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 无论是作为决策者 消费者 还是普通公民 我们都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信息 做出决策 并对我们的行为负责 在当今世界 国际政治与安全局势的波动性愈发显著 国家之间的互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挑战 这一背景下 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 最近在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和《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中 提出了深入开展反颠覆 反霸权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间谍的无反斗争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国安部长的这一提法 被认为是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回应 文章指出 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判断既表明中国是这一大变局的组成部分 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挑战时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通过提出无反斗争 中国国安部试图构筑一道维护国家安全的兼顾防线 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内外威胁的高度警觉 在另一方面 泰国也面临着由于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据《星岛日报》报道 泰国近期的高温天气已导致38人因中暑死亡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鸭农塞一报院说 高温导致鸭子下蛋率大幅下降 而榴莲农业表示 高温使榴莲在树上爆裂 影响了产量和品质 这一现象不仅对泰国农业造成了损害 也反映了气候变化 对全球农业生产的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后 宣布将举行包括使用战术和武器在内的军事演习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称 这一举动是对西方国家挑衅性言论和威胁的回应 旨在提高俄军完成战斗任务的准备程度 这标志着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涉及战术核武器的演习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核武器使用风险的担忧 这些报道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国家安全到气候变化 再到核武器的潜在威胁 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找应对之策 中国的无反斗争 泰国的极端高温应对措施 俄罗斯的核武器演习 都是各国在面对挑战时采取的具体行动 这些事件不仅是国际政治与安全局势变化的缩影 也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 共同面对挑战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国际合作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与威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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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